一樓單位火勢猛烈 有火舌噴出窗外 大量濃煙霧窗 起火單位入面 一名六十多歲的男住戶 懷疑吸入濃煙不適 他清醒順軟治理 這裏是藍田平田村平旺樓 星期六凌晨一時多 一樓一個單位發生火警 據了解 在單位男住戶 睡覺時被濃煙燭醒 發現按摩椅沒有煙起火 警方相信 火警與按摩椅電線短路有關 事件中二百多名住戶自行疏散